在投票选出来了,目前前三名全都是中国传传的 肯定是个好事 我还清楚最近有很多价值观变化特别大的 我曾经特别讨厌 会有人以最长无知的状态操作中国的传传 因为我觉得那个东西很神圣 他不应该被遭改或过去这么认为 但最近我越来越觉得 我宁可看到在这个时候会有很多人遭改我们的船 但是所有无知的东西都会从遭改开始 就像所有的小孩在随机界 在玩大积木 他一开始就不懂事 一定会破坏性 但是通常 比较开明的父母会 会让上班 他总会长大 我觉得恰恰觉得 我们的建筑传统一直 难以像很多有社会责任的优秀建筑师说的那样 既不能传统也不能现在 恰恰是因为 一旦有谁去碰到那个东西 都会跳出一大堆人来骂他 你下下下下下 那很多时候 我不太清楚 大家如果看到中国人在早改期放的时候 就会不会 这么跳出来了 但是画有谁回来 又有多少 要跳出来的建筑师 能够 能够跟人家讲的说 你应该怎么做 怎么做是对的 虽然 建筑这个东西不大有对错 但一定有高效效 能有多少人 能 能给别人指一下 那哪的什么东西是我做的 你去学一学它 我看也没有 当然我也没有 我给大家推荐 推荐两个作品 我觉得它不是我干的 是我觉得非常棒棒 非常不算棒 技术上从现在 当然它一定都是在路上的 其中一个是 冯尼忠先生的方法源 从造源的角度上讲的 非常值得学习 再有一个 是葛鲁亮先生的 习习生长 那么 实际上 一定在 在 解放 解放书 到80年代之间 其实应该是有很多 在路上的 这个 这个作品 就包括解放之前 就是我们如果觉得 中国近代建筑时的话 所谓的 折衷主义的时代 所有的建筑发展 都会经历那些时代 就只不过说在中国 既没有尊历极其强烈的 西方现代主义的 这个冲击 实际上 也 好像也 也没太有 这个强烈的 民族主义的 这个 这个 这个风潮啊 就是我能 就是 以我浅薄的建筑 能回顾到的 习建国中国的 风潮 是后现代的 还是灰派的 那 虽然多数人 多数操作那些后现代的人 也不大知道 龟派的办法 那么 它也导致现在 它确实是 做船船的 会看起来 有一点糟糠 是因为 仍然带着 后现代龟派的 这个 很多符号画的 这个样子 但是我都觉得 没有关系 今天这个呢 是我之前脑抽啊 我之前讲的 就是 我在写一个类表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中国的民族上话 但是 我上次也说了 是我师父 近了我十年都不见 就是 就是 前一小时间 刚刚才 才接近 脑抽 写了一个类表 就当然 我当时是在 思考这些类表 没想到 就是 大家投票 投了第一名 必须得讲到 屁股妙哲 做这个 PPP 让人感谢大家 否则的话 有很多 这件事 加速了我 对 对一些问题的思考 那么 那么今天我要讲的呢 是 可能讲文化会比较多 所以 有一点点 心里有这样的难度啊 就是到现在 我也没想清楚 这事到底该怎么讲 因为在座的 同学问题比较多 实际上呢 嗯 我个人很反对 过早的 以及过于轻率的 在讨论 建筑学问题的时候 带了一个文化 因为文化它是 它是一个看不见功着的东西 它 它铁定群散 但是 很容易这样 当我们掌握 某些理会的以后 你碰到解释不清的问题 你把文化拿出来 有人现在谈中国 然后你看到中国的东西 然后 你说这个东西 道法自然 对吧 天真合一 对吧 这是中国人 清新自然的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世界观 啊 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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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反正好 懂技术都好 嗯 他都可以解释 而且 他几乎是没有错的 当然 大家记住一件事啊 这件事可以记到笔记里 如果一句话 他铁定没有错 这句话就没有意义 对吧 但是这事 他救了很多 建筑师的命啊 一旦你 你不想 就是 很容易这样 大家反思反思自己啊 我在拆穿这件事之前 我肯定是干过这件事 而且是 非常为之汉颜的 就是 一旦当你面对自己的无能的时候 建筑学的这个学科特性 他就显出出好处了 就是说 诶 他貌似很技术 对吧 然后 因为从业以后 就 比如说 在某些情境下 会有人叫我张工 对吧 既然我是张工的话 那文化问题 我可以说不清楚啊 对吧 我是工程师嘛 但是一旦你的技术 你发现不过硬的时候 就是 就是 你面对自己的无能的时候 你都 哎 搬出来 建筑师一个很门人家 对吧 我是个艺术家 对吧 但我现在特别痛恨这个 当有人这么说的 我很想说你才是艺术家的 你全家都是艺术家 但是当你遭遇美学的这个指摘的时候 你又说不清楚了 然后你会翻出文化来 对吧 因为建筑师一定是有文化的 所以 角处三坡啊 所以 有很多同学一旦把这三个窟窿都挖通了以后 就再也难以进入了 因为这三个窟窿 帮助你逃避 你永远不必面对自己无能的一件事 那么今天讲的这个东西 其实是我曾经 做不到的一件事 是曾经 呃 就是上一讲啊 是我本科毕业的东西 这是我第二次 第二轮开始做 跟中国传统建筑相关的工作 呃 我计划做下去 而且我专业生计正比多过几年 这个是我曾经做不到的 是因为曾经我只能像上一讲那样 像中国古代木构那样 从技术角度 来讨论中国的古代建 因为那些 呃 智慧都是 我从古建工地上 跟 跟木匠师傅学来的 就是他 那些东西 极大的安慰了一个迷茫的 无知的 这个这个年轻人的心啊 因为技术摆在那儿 看得见摸得着 分得出高下 就是你能比得出优劣 这个东西放在那儿 他 你不需要再讨论了 你知道以后 就很好 但是没有任何东西 它能只是技术 因为 当人抛开意义和意图的时候 人是不需要技术的 对吧 当人不需要遮风挡雨啊 比如说我们 想象一下我们住在天堂上 就是没有日下雨 没有战争 没有危险啊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技术这个东西无从滋生 所以 技术它首先来自于一个必须啊 这是技术之前的事儿 那在此之前的讨论 用技术都可以解决 但是在此之后 人类非常讨厌的一件事儿是 当人超出了自己的 这个生存需要的时候 它仍然没有停下来 所以某种程度上 人在所谓发展啊 进化 当然我不觉得是进化 但也不见得是最滑 呃 这个有点像 鲸鱼啊 你喂它 反正它就一直吃 对吧 它也不说好歹 喝鸡饱 就会一直坐下去 它就会出现奢侈 超出你的必需 而这些东西 它不可能用技术来解决 但技术紧接着 会跟着它跑 所以我们看到 不管 学者评论家 诚不承认这个世界上 的建筑是有弊于性的 但是 我们都能看到它 不同地方 会有不同的技术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 物产来解释 还用气候来解释 但是我们也会发现在 相近的条件下 不同的人 他们也会发展出 不同的 文化 意识 那实际上今天我 我尽可能的把 把我在这一讲里面讲的 东西 我争取把它 模糊在一个比较科普的 说的不够清楚的问题上来 但这事儿 就是我先提醒大家 我现在打普丁 是因为 一旦我把它降下来 讲清楚 就意味着 我讲的东西 我讲出来的东西 它就会离我 在我这儿 获得的东西越来越远 但是这个是既然我选择讲 我首先要把它讲清楚 然后才是 它原本的样方 所以文化它不是一个 可以这么 可以这么清楚的东西 就是说 我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而且尤其是 这几年不断的有和长辈提醒我 说 张艺你别以为你给学生讲清楚了 所以你说话的煽动性非常的强 然后之后我也见识过了 真的有同学 也跑过来说 哎 张老师你讲得真好 我也很感谢 好在哪儿啊 他说我一句也没有听懂 就是觉得 我也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那么 今天我希望大致做一个 作为学习的示范 因为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它不是一个 它首先肯定不是一个理论 因为成为理论 它需要有非常高的标准 它需要做得非常棒 这个肯定不是 它是一个 我大概花 花两三周做出来的PPT 当然这个思考的时间 其实要 要长很多 它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我希望 大致能浅度地做一个示范 是当我们试图用 用文化来 阐释一个非常具体的存在 或者某一门技术 某一个学科的时候 我们需要掌握的尺度 当然我可以先提供这个原则 起码我们自己 在走每一步的时候 要明白 你明白你有可能是错的 对吧 你有可能被骗了 你有可能误入其途了 都没有关系 但是你自己起码要明白 这个设计工坊 我之前完全不知道 也没听过 就是我看到这张图之后 也没再听过 叫做墓园千里设计工坊 肯定是日本的 当时我们的图书馆馆长把这个 就是他其实拿了一本书 就是找我 建厂一下 你看一下怎么样 因为松皮就是这图图 当时我特别喜欢 是一种不可明证的喜欢 而且就是 就是基本上很多年 年来就是我 我开始真正在 在学习这门记忆的时候 第一件事我师父先 先帮我把形式感给 给废掉了哈 所以很多年我已经 就是从来 很少讲一个东西 好看不好看啊 就是我不知道好看不好看 但是这个东西真的好看 但是就是不可明状的东西 就是总会让我非常焦虑 因为你说不清楚 当然你作为受众 说不清楚没关系 你只要知道好歹 喜欢不喜欢就没关系了 像看电视剧的对吧 闪话都可以 但是你作为一个建筑师 你喜欢一个东西 说不清楚就意味着 你没有能力操作它 你没有能力做出 你喜欢的这个样子的东西来 当然我可以抄一个 抄西令不可耻 但是当你说不清楚的时候 你甚至不知道该操什么 因为这里面有太多东西了 好在那之前的事 后来就出了这事 然后我看投票的票数已经不对 我发现我必须要 对对前承诺要做这一课 当我把这一课票做完的时候 突然 我突然开始非常知道 我为什么喜欢这个 以及喜欢他什么 但是里面还是有很多不可名状的东西 所以大家千万别相信 我在这儿讲的东西 是这里学后的东西 有很多不可名状的东西 但不可名状的东西我不讲 这个题目我也一直在改 所以跟海报很不一样 跟这个宣传什么都不一样 但没有关系 其实我主要有时候讲研习 是其中的三分之一在讲研习 后面会讲研习是什么 不是研习 谢谢啊 希望我现在特别饿 我只能先讲空间观 但是我希望 我希望再过一些年 当我比如回过头来想想 大工作一样 在讲这一课 回复这一课的时候 我可以越过前面的这些内容 因为其实我不太想这么讲 因为我希望讨论的是一个 做东西方的对比 以及是以东方的这个标准为主的 哦对 我还得再打一个固定 今天在这一讲里面 我会 我会吐陶 你明白什么意思吧 而且吐的都是西方 现代主义名作的陶 我先把花放这儿了 我吐他陶并不是因为这些东西不好 这些东西非常的伟大 但只是 当我们把它放在另外一个参照器 东方的 中国的 或者日本的 这两个不同呢 今天我会讲这个 放在这个参照器下 以这个标准来度量它的时候 我们确实能看到它破绽百出 就像19世纪末 其实甚至更早从18世纪开始 西方的建筑师开始对中国的 日本的异域风行感兴趣的时候 然后把中国的东西翻过去 一直到现在 中国的建筑学仍然 仍然被西方认为是原始的 一种原生的 当然它们领略里面都是一种原生的可爱 道理是一样的 所以 我不再反复 重申这个前提了 所以 其实 我个人没有能力 完全没有能力 评价 评判 评判 仲裁 这些东西 孰优孰劣 就只是 你是接触一个 同样的 与西方对感的 甚至 对我们而言 它更 它更属于我们母语的 更属于我们母语文化的标准 以这种强大的标准评价 我们才能从里面看到某些东西 所以大家应该继续不理解 为什么我特别讨厌讲 我喜欢和我不喜欢 因为我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个人 我只能从西方开始谈 今天我会讲三部分 西方 日本和中国 西方与日本的一统 中国与日本的一统 以及中国与西方的一统 都是从起居习惯 开始讨论 这是一个文化问题 其实我不希望 从西方的空间革命开始谈 但是 我发现我找不到 其他成系统的 首先 大家也能更熟悉 然后其次 它真的要成系统 因为 好举套 赶紧把人讲过去 话说十九世纪 西方人发现了 一种 非常先进的建筑材料 叫做混凝骨 把它配合铁金 大家 注意那时候是铁金啊 把它配合铁金 它 它会有抗拉和抗压 分别体现出极强的力学性能 然后在佩雷等 就是其实是电机的那一代 现在主要真正的第一代 或者前两代的大师的努力下 西方的建筑世界发现 用框架结构 铁金混凝骨在框架结构里面 会获得更好的经济性 因为我们知道 它的强度非常的高 就是实际上全都用混凝骨交成墙 是一个有点浪费的事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简历强的力学 但这事问题就在西方出现了 因为他们过去的这个传统是没有这种 这个叫没凉体系 就是说门楣 就是上上也有讲 这个柱子顶着一个横向的这个 这个结构杖 我们现在通常都叫它凉 然后其他的部分是可以做的 强弱非常的分明 但是西方的建筑历史 从古希腊末 这是从古罗马开始 一直发展到19世纪的时候 其实一直是在围绕着 核心技术都围绕着弓弦 核心艺术 更多的围绕着 没两体系所带来的装饰系统 就是古希腊的系统是没两体系的 大家知道 但是从古罗马的这个拱弦技术 到到中世纪的巴西利卡 然后哥德时代的这个 其实到达顶峰了 然后到个一复兴的时候 我们知道 其实 第一个文艺复兴建筑和最后一个 其实分别是两个大圈顶 普鲁大树教堂 和圣彼得大教堂 两个一边大的43米的圈顶 那么实际上一直围绕着 整个结构的发展在推进 突然有一天 他们发现框架结构的 之前他们做框架 其实都是在线古希腊时代的传统 但是突然有一天发现 他们发现框架结构的力学性能特别好 当时的建筑师都不大知道他该准干多了 于是 开始涌现出了 典型的像加特弗雷德森佩尔这样的理论大师 就是 开始研究 框架所能带来的表现 大家知道森佩尔吧 就是 前几年有一本书叫建构文化研究特别火 森佩尔在 就是随着那本书在中国 很是火的一段 森佩尔写了一本书叫建筑四小兔 当然他发表了非常多的论文 他就在讨论 他发现其实在西方的建筑里面 也是 就是一直是残留着框架结构的痕迹的 比如他在讲到 结构是硬的对吧 是完整的 然后维护通常来讲 它都不需要 太强 所以通常来讲是用 不管是用毛 就是毛对吧 线 永藤 麦板什么的 通常都是编织的 那么这个区分了 西方建筑学他认为 从类型上 从初始状态上 区分了两种不同的表现 那么包括气块 后来气块本身它不是编织的 但是它出于抗震的 需要搓缝 要避免通缝的这些表面特征 以及它本身它会有更致密的 这个相互搭接的这个 这个构造原理 实际上它也会非常接近 编织 那实际上就从那一代大师 我们可以看到 都希望解决的是 他们要重新实惠 在一个框架结构体系下 该怎么干房子 因为实在是很难找到样板 而且就是19世纪 其实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时候 大家如果翻西方建筑史 那个时候其实 希腊复兴对吧 这个哥特复兴 希腊哥特史等等这些 它其实也都在做类似的讨论 其实几乎是存在的 落地 把这个西方的这个建筑学 推回到了人类学的极点的这个时代 因为在那个时代 因为在那个时代 人一定不是生下来就 就能处理食材 但是所有的人 就是基本上都能处理一下木头 上去跟我讲了 木头的这个材料 材料的有业性 那么 就是我国也有 上古朝居而野蜀 这个就是西方的有朝日干的事 也都是用 用木材搭框架 其实都是在巡回 然后姨子找到了 他与古希腊建筑的这个 这个渊源 然后从而梳理回去了 就在在证明框架结构 实际上 但是永远会卡在这 李伦佳可以证明 一个美学一个传统 它如此之 经典啊 但是这是放在建筑师和工程师的手里 你永远面对的是 在你手里最先进的这个 这个技术啊 你掌握的若干代来掌握的 最先进的技术 这事有点烦人 但实际上我们看看 实际上这是不是我们在此刻所面对的问题 所以 就是 这里面很多图都 就是前面很多图都来自建筑文化研究 那个很值得读一读 当然需要大量的导步 所以我们看到 包括克劳德佩罗 其实是 就是古典主义的时代 实际上 就是跟他平行的是巴洛克的时期 法兰奇皇家建设学院的这个 两个巨头之一 另外一个是树朗搜瓦不能带 那我们看他做的就是 不复工中一面的这个树朗 他从表现上 当然这个时候没有滚灵糊的事 他从表现上都是 苦希腊的没凉几细的对吧 柱上拖着凉 但是他实际上的这个结构 他的技术都是拱圈的 就是人家能看到 而且里面配了大量的铁金 所以欧洲人 在拱圈的表现之下 实际上 除了像哥特以及哥特复兴 就是 这些包括罗马复兴 直接表现 表现拱结构的美学的这个之余 实际上一直同谋着 希望复兴古希腊的 没凉体系的这个系统 但是 这事非常有意思 但是这个不是今天我讲的重点 这事一直到1893年 施加哥世国会 日本人 那一年参展了 在那盖了一个凤凰殿 大家知道凤凰殿是什么 其实凤凰殿指的是 它平面的这个形态 有两个翅膀 有一个中间的一坨这个 虚干 或者有一个 那盖了一个凤凰殿 实际上 就是在当时的日本 也不存在 明晰的现代主义 其实西方的经典现代主义 还没有到来 日本人也没有想到 将来他们学的现代主义 是他们 出口出去的 因为那个叫万国国览会 在中国的那个年代 鲁迅天人骂过这个东西 这是万国国览会 大家都会拿自己的最好的东西过去 因为那时候西方的亚人工艺和病 已经非常强大了 所以西方世界基本上 拿的都是非常先进的科学技术 打机器啊 拿麦粘 日本人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然后他们就拿了他们传统里面 最典型的一个东西过去带 这只是一个固展 但特别有意思是这一年 这个在芝加哥 那一年莱特就在芝加哥 在路易斯沙利文的工作室里面 工作啊 是他会部房的这个主任 他看了这个以后突然意识到 我可以独立了 之后 莱赫林 离开他老师沙利文 就在这一年啊 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并且干了 干了他的第一个 正式的第一个啊 但是不是他人生的第一个 正式干了他第一个从业的作品 也是他的成名之作 温斯洛住宅 这个住宅导致了草原风格 风靡全世界 但在这里上一天我讲过 温斯洛住宅对比过 这个时候他把西方的其实三角形 山花一定是正面 但是因为他看到了凤凰店以后 他把这个托面啊 面宽方向 变成了这个方向 然后并且他开始 就是托度变得非常的平缓 并且有这个 也能看到孙佩尔的这个区分 他把屋顶跟那个墙体 就是用这个 他师傅是做 这个这个陶鼓面砖的这个 第一高手 他用陶鼓面砖的这个装置 来区分 严格的区分 屋面和墙体这些关系 这是拱结构做不到的对吧 拱结构是你强强强强强强 突然对吧 它是拱的对吧 你也不大说的好 他从哪一刻突然变成屋顶了 对吧 然后他突然又变成墙了 这是东方建筑非常明确的特征 但是这个只是在外面 紧接着 但其实不是紧接着 十几年之后 莱特又做了 罗比处展 开启了流动空间 那么这个是 终于从外部 草原别墅是一个建筑 外部体量 外部形式的一个特征 所以我们通常叫做草原风格 但没有人叫这个流动风格 开启了流动空间 在这里面 你看就是他 莱特声声打破了 方盒子 然后让空间流动起来 这从哪来的呢 所谓流动空间 其实它流动的那一面 莱特并没有把它完全说出来 它来自于日本 因为凤凰殿在西方世界 一名惊人了以后 实际上也是 就是比较近的时候 我才开水 就我们工作室开始关注 19世纪末的某些事 因为那时候 德意志制造联盟 是集体关注日本的 包括像格罗皮肤斯 像陶特这些人 全都写过跟日本建筑有关的 日本建筑以及造园有关的文章和书的 但是现在我们也在找这些东西 德文的剧组我们也扛走 会找到 比如待会我会讲到小林一南的文章 小林一南在开篇的时候引用的就是陶特的 就是陶特的论述 那么所谓流动实际上它是一个洞的 当然我们现在了解西方的都是静态的 日本的这个框架结构 它是用这个活动格段来分割的 所以那段时间其实几乎 欧美的一流的建筑师全都会跑到日本去 一直到斯卡帕的年代 就已经是二代三代了 就是仍然还在往日本跑 就是唯一的没去过的是密斯 但是学日本学最狠的恰恰是密斯 待会我们就知道 因为没去过 所以他才能学的有那么 他们全都看过这些东西 然后它有几个特征 所以日本建筑 它是框架结构 加上自由分割的空间 然后它是水平性的 因为它 木建筑通常来讲 它都会是水平性的 因为它基本上有一个柱梁的体系 它实际上不大容易往高里去 这个实际上在中国是非常常见的 中国不只是在唐以前 待会咱们会讲到独服骑射 西方的这个起居习惯进来的时候 在很早的时候 东汉末就开始导致了 中国和日本在起居习惯上 以及空间模式上的差别 但是中国其实到 就是不管是在唐 但是到就是元之后 在明代的时候都 它整个空间模式实际上 跟现在我们看到的认识 都有极大的相似 这跟礼仪有关 这个地方不讲 但是欧洲人没见过这种东西 这个东西太好了 你进到一个房子里面 墙是能变的 你想想欧洲他们 欧美的建筑师 他想破脑袋 他也不可能理解 一个墙究竟该是怎么变的 对吧 只要如果他们看中国的 或者日本的这个文学说 舔了一段手指头 就把墙给戳破了 就能往里面看啊 这是上帝干的事 但这几个特征恰恰 如果我不讲日本建筑的话 我们会发现 它恰恰描述的是 日本现代建筑 尤其是现代空间的几个特征 那实际上 莱特的流动空间 它其实 它表达的是日本 在空间内部 不做明确分割的这一点 但莱特因为它用砖 所以 它是把它固化下来了 得到了流动空间 它是空间的流动 但其实日本的这个流动 它更接近这个 我们知道 里特维尔德的施洛德住宅 它为什么 它以什么著名啊 多数同学其实认为 施洛德住宅 是以它作为风格派的这个表现 它确实很风格派 点线面 红黄板 黑 对吧 这里面唯独没有空间 待会我会讲这事 但其实施洛德住宅 它在当时是一个 在欧洲空间革命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步 我们看这两个平面 你看它是同一个平面 在这儿突然 哇就是流动空间 它甚至 因为隔墙比较少 它甚至有点像 密斯的半能空间 对吧 极其纯粹 然后在这一会儿你突然发现 哎 一堆退拉扇上来以后 它变成了一个三十一丁 这从哪来啊 是 市里头维尔中 这是密斯的 维尊厚部住宅区啊 我刚才跟大家讲过 整个德意志制造联盟 在那个时代都非常关注日本 这是密斯干的事 你看 这个是它的概念图了 有这么多功能块 我们看这两个 在完全相同的这个固形里面 它有截然不同的划分 这些东西是可变的 所以现在我们大家知道 其实日本在在那个时代 对欧洲 对欧美的这个 这个现代主义建筑的影响 远远超出我们现在 一般所所认知的啊 这个这个程度 实际上 这个完全从这个形式上 几乎那个时候西方 建筑学对日本的建筑是 一步一趋的模仿 威尊霍夫住宅居士 德意志制造联盟那时候 最最大的手笔之一了 科普希耶 哥罗皮肤斯 密斯 这个 就是他们师傅辈的 贝伦斯 陶特这些人 全都在这里面当 对吧 对吧 就是这比起来 这个是世界建筑是走廊的 但是 可变的这个空间界面 在欧美并没有走太久 待会我们会看到 它为什么走不太久 这个图其实 大家可以猜一猜 它为什么走不久 待会大家就明白了 大致 大致两个小时以后啊 我保证让你们 我们回到来头 可变些变也没走太久 但是流动空间 实际上一直走 甚至到今天啊 就是仍然有建筑学的老师 在教育学生 空间是要流动的 没有错 当然你也不能说对 你可以看非常宽敞 那其实最大的 跟欧洲传统建筑最大的 这个差别 一个是宽敞 一个是 就在这里面没有太多 分割的墙体 对吧 就是我我上本科的时候 看流动空间 有一个非常愚蠢的理解 我认为 但那个时候真的能 能昏得过去啊 就是我发现 你平面摆完以后 你不画门 把门弄拉得大一点 然后冲上了 就是冲上来的 老师一看 哟 流动空间啊 所以我成年 我成年做设计不换门 一直到我工作了以后 你不得不把门封上的时候 你不知道那种痛苦 有谁知道这种痛苦 别举手 不是什么好事 那么在这里面 空间极大的被提出了 当然我在讲蜜丝的时候 就每放到这张壶的时候 都会有想要哭泣的 这个冲动啊 但是今天 我以前没有做过这种 欧洲现代主义受日本的影响 一开始分成两支 一支是学习可变见面 另一支是沿着莱特的路走 做流动空间 并且进一步的把空间提纯 待会咱们会讲到 为什么空间会被提纯 就是存到极致以后 大致就是这个状态 经典的现代主义空间 呈现现在我们都知道 而且在今天 它甚至已经成为一种风格 而不再是一轮现空的实验 那么下面我们讲一讲 纯粹空间 实际上纯粹空间是 如果我们真的讨论空间的话 是一个不可能绕过的 是一个不可能绕过的话题 实际上很多同学都在 就是因为其实我 我现在如果去听这个设计课 可能会有点痛苦 因为空间这个词 出现的频率过高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警惕 但是出现的高原本没问题 是因为我们一定活在分度空间里 对吧 当然我们也活在各个位都的空间里 放下 因为如果是空间 它一定是三度的 那你做一个东西 只要你构思 你要把它盖起来 它一定被盖在三维的空间里 有谁能把空间盖在二维里 这个很难 但是因为一个建筑 它只要在三度的这个真实的世界 环境里面 它就是空间嘛 它肯定是空间啊 但如果这样的话 还记不记得刚才咱们聊过一件事 如果一句话 它不管怎么样 在什么时候说出来 都是对的 那这一定是一句废话 它毫无意义 所以说如果因为我们 我们做的设计 它里面有空间 我们就敢敢在里面讨论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空间 那空间这个词完全可以被抽掉 我们可以把它换成房间 当然很多同学会觉得 一旦 对吧 这是一个什么房间 它似乎变得不那么 不那么大气 但是当我们回到空间的这个主题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似乎我们只能保证 我们做的东西是个房间 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只能保证 我希望大家在现在做设计训练的时候 先保证自己做的东西是个房间 然后咱们再看看 有什么讨论空间的事 当空间它是一个美学特征 是一个值得讨论的东西的时候 一旦它值得讨论 一定意味着它不是一定有的 否则的话 它就不值得讨论 所以说在什么时候 我们讨论的时间 我们来 就是叫Space对吧 与时间一起构成存在的两种形式 时间和空间 这个大家应该政治课都学过 学政治课是有用的 但其实不应该叫政治 就是 我们说了 当然在中国这个东西 其实很早都没有所谓空间的说法 但是有空和间的说法 作为名词的时候 它是空和间 它作为动词的时候是什么呢 它是空和间 我们的第二梯队 是隔三插五周的 会学学古汉语 第二梯队的同学理解 不往今来 曰晝 这指的是什么呀 时间对吧 四方上下曰雨 所以我们讲乌雨 雨指的是它里边的那一部分 就是空间的部分 所以 实际上它要是直译的话 应该是雨 但这个其实它说的就 它其实这个不是空间 对吧 一旦到建筑里面 就是当它抽象的在哲学意义上讲的话 它是空间 一旦到一个房子里面 我只能保证它是房间 因为有四方上下 对吧 这事就完了 所以 就是在这我便能看到啊 中国自古其实也不大讨论空间 其实欧洲自古也不大讨论空间 海德格尔这已经不是自古了 对吧 而且会有人把它归在后现代主义哲学 里面他讲 空间 就是如果 就是有些哲学感兴趣的同学 所以又想对建筑水有点作用 我不能保证啊 如果一定要这么干的话 就应可读读海德格尔吧 除此之外 在古拉图 但是 他 他不见得会进入建筑 就是 算了 那我没说了 海德格尔讲的空间的一个特征非常重要 这句话大家可以记 空间 一旦我们接触到 便将其穿越 能理解吗 这个讲的是一件事 这个不是海德格尔说的 这是我家的一个注解 这讲的是空间的云质性 所以空间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一个是它单一云质 云质大家理解 均匀它哪哪都一样 对吧 说白了就是这样的 它会导致它的纯粹性 当然 四方上下 当它被违和的时候 它会获得体量 空间的体量 会获得纪念性 而纯粹性和纪念性 恰恰是 西方现代主义 建筑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而且几乎它只剩下这两个问题 所以 在这我们能看到哈 海德格尔的话 如果我们举一个例子的话 空间像什么呢 空间像一缸清水 有没有同学 打了一缸清水以后 尝尝这个水什么味道 你从一个角喝一口 好 这个角是这个味的 但是我还不完全了解 这缸水什么味的 对吧 你换个地方再喝一口 哦 原来这个就是这个味啊 那我再采个样 你换个地方再喝一口 一般不会这样 对吧 空间不是鸡尾酒 鸡尾酒的状态 它会更趋近于场所 类似的状态 所以今天我不讲空间 与 与场所的这个差别 所以它意味着 海德格尔所说的这个 现在大家明白了 为什么空间是一旦我接触到 就便将其穿越 它就像你尝内缸清水 你尝了一口 你就相当于尝到了整缸的清水 对吧 所以空间是一旦你接触到这个空间的实质 它到处都是一样的 它是明智的 所以在你接触到这一刻 你已经穿越它 你已经完全占据它了 这个是空间的特质 这是为什么 我特别反对 一上来还在没有前提的情况下 在不描述前提的情况下 在讨论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空间 首先我们要看 它是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空间 或者说它适不适合作为空间来讨论 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这儿 这个显然是个空间啊 它非常的匀智 但是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绝对匀智的事儿 但是那个理想的状态 比如说我们学几何的时候会学平面 一个绝对的平面 哪哪都是平的 然后你在现实世界里面找不到 但不意味着当你找不到的时候 你在几何里面觉得平面是没有价值的 那么当我们看到这个桌子的时候 是因为我们有作为平面的一个极端概念 我们才能评价它到底平还是不平 对吧 空间的特征是这样 海德威尔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空间的特质 所以当建筑师希望在他的房间里面表现空间的时候 他要尽可能的把让他的空间的各个部分非常的接近 所以在这我们看到几个吧 其他他各个方向四方上下的维和非常之接近 我们要知道空间既不是他的维和界面 他也不包括他的维和界面 但是因为人就是这么肉眼残开的俗气的东西啊 人只能借助感知 而且主要是视觉啊 感知这个维和界面 来获得对这个空间的感知 大家能理解吗 所以建筑师没有本事操作这个空间 对吧 他搞还平了只能操作空气 但是他完全不是这个东西 空气很难做到 一旦你接触就完全让他穿越 比如在我们这个空间里面 有一个同学比如说放屁了打嗝了 他的空气就变得非常的不云质 比如大家作为附近的空气一定比我们需要细过 他一定不云质 所以作为一个表现来讲 空间 所以建筑师的其中一个没有办法的操作是 必须要让他各个维和界面 减少特征 因为他特征越强烈 比如大家想 这如果是一砖墙 你就会去感知他的维和界面 一旦你的注意力在维和界面上 你就会丧失对空间的感受 大家能理解吧 这是为什么现代主义的这个建筑都这么抽象 很少表达他的质地啊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然后再有就比如说他真正有特征的地方 比如说如果要有什么特征 尽量不要是实体 因为实体的这个介质 它本身的存在的方式 会跟 会跟维和界面非常的强 它会导致它不云质 如果你要引进什么 让它不云质的东西 这个东西尽量的抽象 以及与这个维和界面的这个特征要 尽量拉开差异 所以剩下的东西不多了 有一个很经典的东西是什么呀 是光 对吧 所以现在主义的大师都在歌颂光 像康在歌颂 就算再黑的黑暗 也需要有一束光 证明它有多黑 再有一个跟今天要讲的无关 这是一个特征 然后 在各个界面里面 如果有某一个 它会超出其他界面的这个特征 尽可能让它往上走 因为重力也是一个非常具象的存在 虽然我们看不见摸不着 对吧 但我们整天跟它感觉到 所以当有特征的东西 它往上去 比把它往下走 会更让这个空间 让感受它的人获得空间感 但是这事不那么绝对 它只是一个大致的方向 具体操作会非常的微妙 今天我不讲操作 而且我的操作也非常的卓励 所以我们看到 几乎现在主义的那些大师 它都 几乎都符合这个 它会非常的云质 然后 往上面走 然后处处都 都很接近 这个虽然它用了清水混凝土 但是它的质地非常的少 而且它作为一个圆形的 这是安藤的教科文 教科文的冥想堂 那么 因为它是圆形的 实际上它会 它会够强烈的表现出 四方的维和界面的这个相似性 它的云质性 然后 当然开天窗也会往上走 对吧 现在主义有很多不开天窗的地方 它为什么特别乐意开高窗呢 当然它采光也更充分 对吧 这很多事你说不清楚 大家理解这个 所以 我们总结 大致总结一下 这个不是 这不是戒律 这个是戒律 当我们希望呈现空间的时候 有两个很重要的要点 一个是处理 维和界面的云质性 因为这个是可感知的 对吧 再有一个是空间本体的云质性 空间本体是什么 就是当咱把四周的都去了 就是这一坨空间 它是一个存在 它要足够的云质 这个只存在于认知里 对吧 你看不见摸不着 但是你知道这是一个空间 但其实在做完这个 就是这一轮学习以后 其实我已经不知道 我是不是真的知道一个空间 我现在发现 其实是受过建筑学教育的 会觉得这铁定有一空间 对吧 但其实我们回到一个正常的心智 会发现 这什么都没有 对 我们先讲讲维和界面的云质性 刚才已经看到一些了 它差别会非常的大 所以当我们要 当时现代主义的名作 我们都会讨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空间 当我们再见到 里特威尔德的施洛德住宅的时候 我们在讨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空间之前 它不是不能讨论 要慎重 能看到 因为它整个维和的界质 就是我们知道 综合派是来自于外面的 对吧 当然从反肚死宝开始 有立体构成了以后 在里面我们看到的要素 实际然是点线和面 空间来自于它下一步的演绎 所以在这儿 你真的感受到空间了吗 但是在西渣 今天我会讲很多西渣 也会堵逃啊 我再打一堵定 西渣非常伟大 我特别喜欢西渣 我们看它复合我们所讲的那些特征 它的维和界质非常的云质 由此因为我们感知它的界质 当我们的 就是所谓按照 像科普说的 当我们的视线在抚摸这个 均匀平滑的表面的时候 我们的脑子里开始勾画出 一个独立的空间的这个感受 对吧 所以这个很明显 对吧 就是哪是空间啊 哪哪哪的重点 没有在在表达空间 它不只是在内谷 它在外部也是的 这还是西渣的 西渣的太容易 对吧 它太余日了 这巴拉干的 这是一照片啊 看小图的时候 我老认为这 是一PS的 而且T的 这个对比度 推高了 对吧 就是它 你在哪更容易感知空间 大家理解吧 理解我就不多说了 那一旦经历刚才那个 我们回到这来 西方建筑的空间 是从日本来了 对吧 现在建筑的这个 空间是从日本来的 我的天呀 实际上是到这我才开始注意到 对吧 对吧 其实在之前在我脑子里 也想当然的认为 日本建筑的内部 它是一个非常纯粹的空间 当你看完这些以后 你进到会议宫里 你发现 这什么呀 空间在哪 所以我们看到 日本建筑的 对 如果说西方建筑是在日本的 传统建筑里面 感知到了纯粹的空间 那一定不是通过它的 违和界面来感知 当然这个让东西传统 就是让一个东西纯粹 它铁定不来自东方 它一定是一个西方的传统 所以其实 当然我们知道 欧美的这个 现代主义的大师 一定在日本是 是极强烈的感受到了 空间的震撼 但是把界面提纯 是属于他们本土的手段 这个是从帕拉迪奥的时代 帕拉迪奥的建设四书里面就说 如果我们要建一座神庙的话 它不应该挂画 它什么都不应该有 它到处都应该是白的 这才能获得纪念性 在那个时候我想到的 只有现代主义 但是 那个时候还没有现代主义 但其实 我们看到刚才讲的纪念性 当违和界面 它违和出一个 非常宏大的空间体量的时候 它会获得纪念性 这个是西方建筑一直在追求的 所以我们也开始特别容易理解 为什么密斯在他房子盖完了以后 不让他的女朋友 范斯沃斯女士刮窗帘 到时候咱们还会讲到 我们仍然还会不断的提到密斯 提到西渣 那么 如果西方的这个大师从日本的 感知日本的空间 不是通过他的维和界面 那我们就只剩下一个选项了 是通过空间本体的余置性感知的 但本体的余置性在照片里面 非常难表达 因为一旦它拍成了照片以后 它本身都变成了戒指的 大家想象吧 其实都是学建筑学的 对吧 大家不是擅长想象空间吧 对吧 其实它的空间实质确实非常的像 如果讲到空间实质的时候 是它里面会非常的干净 对吧 如果我们抛开界面不谈的话 这个空间哪哪都是一样的 它意味着就是空间是能走通的 对吧 你走到哪都会撞到东西 这个非常粗俗啊 它也不是这个事情的真相 但是我只能这么形容 像道德经理讲的 抢位置 还得想说说 这两个空间特质非常接近的 如果我们抛开界面不谈的话 它都非常的空旷 纯粹吧 对吧 空间本身它其实 你说白了就是里面什么都没有啊 它是非常相近的 所以我们可以大致的了解西方的大师 它是在日本的建筑里面 体验到的是空间本体的纯粹性 那这两个真的是质量相近的空间吗 从空间的角度上讲肯定是的 而且因为西渣的空间里面 它不但它的本体纯粹 它的介质也纯粹 所以我们从这里能体会到更多的空间啊 那作为两张照片 确实是我们撑出了高下 但是 最近我又接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 是我的师兄录像 他在我去北京 讲东西问我 张艺尼 研究过时间没有啊 当时我就愣了 从来没有研究过时间 只好跟他坦诚 我研究的东西都是照片 我是为了不让我研究中国建筑去吧 我研究西方的建筑 我又没有钱出去 我研究的都是照片 陆江说时间挺有意思的 然后就开始研究时间 但这个不是一个典型的时间问题啊 但是人类几乎所有的文化和艺术 最终都会交付给时间来做评判 那我们先非常粗鄙的用一个很庸俗的时间来判断这个东西 这两个东西都发生了一件事 是有一个摄影师拿回相机来卡拉一拍的 在这一刻的时候 它的空间特质非常的接近 所谓空间分别 当这摄影师拍完照片 他走了以后呢 这个完全可以是个抓牌子 那摄影师傻了他一下走了以后 他愣了一下 这幅图景仍然可以继续下去 我们能想象这是一个抓牌 这位摄影师一一过来 我要抓牌一个西渣 你看他已经摆跑泡子了 你一定觉得闹鬼了 如果他拍完走了以后 我不知道大师 所以 我没有吐他操 你们笑声因为你们心中有疼 我们突然看在一个纯粹的打动人的空间里 这个场景非常尴尬 而且他还怎么待着 当然他摆了一些酷的姿势 我们可以想象一段时间的推移 问题就在这儿 我们一直看照片 甚至我们也可以体验这个空间 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是时间 今天我不讲时间 我争取在将来我整个 这个中国传统建筑的这个 这个讲座系列里面 我争取能讲一讲时间 但是这个我不敢保证 因为这是一个过于挺大的问题 它远远超出我的问题 但我们用最粗笔的时间度量了一下 你们都会发现 真的是有道的高峰 在这儿单一年也没事了 五分钟之后它就不行了 气数也挺大 还是西沙的空间 西沙很伟大 我应该把这儿挂成我千斤档 你们应该一直能看到 这个不是用来 绝对的品评东西方建筑的这个标准 它只是一个 但是当我们看到 当我们把它放回到工方的标准里以后 有很多东西开始变得不成立 哇这个空间也很棒 对吧 然后光啊该有东西都有 对吧 介质的纯粹性 然后空间本体的纯粹性 是用什么保证的呢 里边不放东西对吧 他放的东西 你会发现现代主义的那些大师 他空间做的越棒了 他基本上他痛恨什么呀 痛恨家具 桌子椅子对吧 都给推到一角落里去哈 然后他画地为牢的摆了一个 对吧 就是你编出来 然后你就可以体验 对吧 感知这个纯粹的震慑人间的 就是人心的这个空间了 对吧 你看 但是他肯定是看烦了 但在这一刻他甚至没有 他没有机会 但是 你会发现西方空间本体的纯粹性 是通过清洗了里面所有干扰空间的这个物体实现的 就像这 对吧 他很多都清淡了 然后地冰粮呢 是因为他戒指要 要 要云制吗 对吧 问题就在这 西方人所受到的震撼 当回到他本土的时候 当我们损换了一个情境 我们会发现 他们做了一些非常勉强的事 你再看看密斯的克朗楼 这个 我说的溜冰特别好 当然 密斯也坦同 这个是空间本身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 就是 所有这些理想是从哪儿来的 对吧 这个曾经让我 其实现在仍然会让我 就是热烈涌况的这个 这幅途径 但是 当你一想到 你要在这里面 待上个 我想多长时间啊 根据健康状况的 我们会发现 它作为一种空间 作为代代 突出它作为空间 掃清了很多原本 该有的东西 我们看其实如果真的从空间特质来讲 这个非常接近嘛 当然西方人总是把事干的特别的很 就是干的这个程度 但是它其实非常的接近 在日本的这个空间里面 基本上也什么都没有啊 它非常接近 它背后 为什么日本的空间本体 以及中国 如果 就是东汉 以及以前 其实甚至很多唐的时候 就是都没有 都没有完全转变的 空间可以如此纯粹呢 是因为东方人 它的起居习惯 从起点上 是席居的 这是为什么我这一讲 叫不散的烟熙啊 它不是直接 坐在地上吗 当然它不是地啊 它其实是个床啊 它其实进屋就爬到床上 对吧 有家具才有地 它是席居的 所以它里面 不用买太多东西 保证空间的纯粹 这个时候 它完全匹配 这个起居的习惯 所以我们看这 地上的榻榻米 对吧 这个东西做起来非常舒服的 但是在这 好玩吗 而且这张我甚至觉得 这张非常像 其实不是它非常像 密斯的巴泰罗纳德尔馆 特别像这张 而且它有这个大理石的 屏风对吧 那如果该有的东西有了 只是密斯要玩命的设计 对它的椅子 对吧 为什么 那么多代的这个建筑师 我们很少看前代的古典主义的 那些建筑师 把家具做得更棒 那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所有的大师 都是设计家具的高手 待会咱们就知道 很多人现在已经知道了 对吧 所以我们知道 当我们再回到贵异宫的时候 我们发现 西方的大师 确实在这儿感知的是 空间的本体 那其实这个本体的由来 是因为 席地的这个体居习惯 因为榻榻米本身 它并不干扰空间 但同时提供了 所有你需要的 这个体居 需要的东西 所以一个 看起来完全同样 介质 当日本人把 西方现代主义的空间 出口转内销了以后 他们学会了 哇 这个当介质云制以后 这个空间 这么棒啊 这事儿在日本人这儿 一点也不干的 你们自己笑的 就是我说明明说 而在西方人来讲 就是说坐在地上 也不是不可理喻的 但是他们 能想象的状况 一定是 你去了一个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一个非常 对吧 在一个非常野的地方 他才会有 有这种事儿 在家里坐在地上 这一定是吃店 所以我们看 现代主义的大师们 开始玩命的设计通的家具 是为什么呢 他要让他的家具 跟他空间的维和介质 从特征上 要不够的接近 以减少这些 外来的 作为杂质的干扰的 对吧 如果像刚才那 你在某一个空间那儿喝一口 然后你跑到这儿 喝一口 他不像了对吧 他必须要调配这个 就是里面 他不得不有的东西 对吧 像是山庄这个是莱特能自己家 是吧 他 当然他其实也挺 因为很 就是 我在这个念书的时候 其实特别奇怪 这个椅子有什么有名的 坐起来一定很不舒服 但你现在终于明白了 他其实 他跟这椅子本身该什么样没有关系 他跟这房子有关系 维和界面是这样的 他 他必须要把 把这儿的通间 他调配这个味道 要配的 跟你在其他地方喝一口 起码 他不可能完全一样 起码味差不多吧 对吧 所以我们看 这是为什么现在主义大神 都会玩命的设计家具啊 要不然你 你这毛皮房子的时候 还挺不错的 对吧 主人一住进来 就是 所有的事都潜中兴气了 所以他 他必须要让他的家具 如果不跟外皮像 就跟鼻鼓像 然后让他的这个隔断 跟路面要像 不然哪儿哪儿他都要像 以确保其云质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 大师彼得宗说 对吧 就所有的这个云质性 对吧 以及抑制的他会在上面 抑制的本身也非常的云质 他们的家具 要不然就 就会跟周围的环境相 要不然就不像家具 对吧 这是一个构成 刚莱特想了一招 这还是文斯洛住宅啊 咱们也会不断的讲到这张图 他把这个椅子做成了什么 做成了建筑的一部分 对吧 他没做戒指啊 对吧 周围也很像 才到了色彩上 对吧 各方面都很像 然后他不是一个摆这摆那的东西 他就是一个维和戒指本身 这些努力究竟都是为了些什么 科目为什么想破脑袋 死活要把家具做成建筑了 西方现代主义做空间的大师们全都受到同一个问题的困扰 就是家具进来该怎么办 对吧 当然同样的事儿 中国人也做 这个东西叫美人靠 它既是建筑的栏杆 它又是一个座位的靠板 为什么中国人也这么干 后面咱们还会讲 所以密斯他的范斯沃斯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儿啊 就是之前我讲密斯的时候讲过 因为他的这个核心筒的偏心的放置 他其实没有通过 他这个空间不需要通过家具来显示他事 但是这很少有人能做到的 一般你摆个床才知道受过事 对吧 如果摆个马桶他一定是卫生间的 对吧 但是密斯做的事儿是他通过偏心放置这个核心筒 以让作为厨房的作为卧室的作为这个 起居室的作为门厅的这个空间 各自以空间特质本身来说明他自己 但是他必须得放家具啊 这就没办法 所以范斯沃斯是现代主义空间表现的经典 对吧 对吧 他也得让这些做要进层的一致 就是讲西方的时候我就吐这个废口于安全 不关键啊 菲利古庄森他干的事儿什么呢 我们知道密斯一定非常痛恨家具的 他设计他不代表他热爱 他要解决一个麻烦 但是就是菲利古庄森他 他瓢窃了呗 这个其实没关键啊 就是瓢窃我觉得一点都不合适 临摹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的开实力结束 我估计下一条我会讲这一行学 我会跟大家讲讲 当然临摹有会 有会和不合不会 这是下一条面说 他其实也偏偏放浴缸 这个东西他完全不界定空间的尺度 对吧 他整个这个所谓的空间啊 他所谓的空间是有什么界定的 都是由一组一组的家具界定的 这个刚好碰触到了现代主义 做空间的那些大师们最痛恨的一件事儿 最里面出现的杂志 然后密斯特别痛恨菲利古庄森 一个是你抄我的东西 我说的是从一个废墟学的 然后第二是你抄你好好抄啊 对吧 我好不容易就是澄清了这个空间的这个云质性 然后好 我这东西到你这来 哇 这个出一毯子 然后摆两个东西 这就说明是可听了 对吧 然后你看这儿 这是厨房啊 你摆了一厨柜就说明是厨房了 这事儿跟空间有一毛钱关系嘛 对吧 所以密斯不高兴了 莱特来了也不高兴 莱特进门的时候就挖骨子里不高兴 说我不知道该不该脱帽子 所以隆章就是就是非常就是体质老前辈 就拿一件来啊 你挂这就行了 莱特说我不知道我进屋了没有 但莱特对密斯的范斯沃斯的评价 虽然他 莱特认为将空间提纯到这个程度是有问题的 但莱特本自己也承认密斯是在这个世界上 在空间中缔造无物最优秀的大事儿 莱特承认密斯做的是空间 但他甚至不承认佩利普装生做的东西是黄钱 对吧 那这句话是我写的 就是我想了很久 大臣总结一下 现代主义别无选择 现代主义必须享受空间本身 因为那是他们付出功能的代价 以及求凶极恶的提升建筑要素 以后所能换取的一切 但是 今天我要讲究但是 习必安处的东方人 有必要对空间如此执着吗 我换句话说 他们意识到空间的存在了吗 这两幅画 关机切地的 是西方人 天使暴起 当然这个就是海细党艳艳 就是今天我也会不断地讲到海细党的这个 就是这部图 那么在这里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 在这里面我们发现 其实整个空间的维度 它的特征 它的违和 它的尺度 所有这些都被描绘得非常清楚 用壁砖 用柱 一层一层统券 我也曾经讲过这个 当然讲灭点 上帝在什么位置 以及这个 就是一幅画 不止一个灭点 我们在这看 它把空间勾坏得非常清楚 因为这个是西方人认识一件事 首先 需要度量的东西 当然我们看 在一个非常相近的空间尺度里面 哇 中国人有兴趣表现这是一什么样的空间吗 对吧 就是这西方人看 它完全贴在这 当时前后有一些东西 它完全没有任何参照和度量 告诉你 然后对吧 西方人如果真是碰到比较矫腾的 德国人想要在这度量一下 它发现这是一轴侧的 完全找不到灭点 找不到灭点 你不止找不到空间 找不到灭点 你有可能找到空间 但是这个东西 如果你真的说是轴侧的话 这空间也能度量 然后你到这 诶 这门怎么变成这样 这门跟这个的关系 我的天一脸透视 对吧 你一连这些东西完全交不到一块 就是基本上 如果是比较矫腾的学者 就走火龙死在这个里面上 所以我们发现 其实东方人对这个 对吧 我们现在只能描述它为空间了 其实我得换个词 但是我不知道吧 但对空间这个东西好像 不是特别感冒 他们也不太表现这个 所以我们要区分一组非常重要的问题 空间和空 这个是一个有的东西对吧 是你感知它存在的东西 而且甚至你去掉它的围壳界面 你感知它仍然存在 因为它完全围壳界面不包含在这个 你感知的空间里 对吧 但是空 它的意思就是 没有 它有和没有的区别 在这组区别里面 我就是 我的研究非常的肤浅 所以 这个是小银一南的开放空间的意义 大家别找 市面上没有 这是我师父跟我说他很想读这个 然后 然后 你做学生的进校 然后 我就跟我的学生说了 我师父的困扰 我的学生为了孝敬我 我就找到了那篇 日文了 然后 我找了一个 学日语的 就是日语高手的发脚 把这个翻译 拿这个来孝敬我的师父 所以 你市面上找不着中文的这个东西 小银一南讲得非常好 所以我就 我就不说话了 他说 日本建筑带有的空间 与西欧的建筑空间 在相似的同时 相似的就是什么 它是不同的 又完全一致 但这是一个结论 他讲 变成读书了 当然没有很多页 读着 因为他比我讲的好太多了 各个形态之间 之间 存在的 不过是间隙 或者虚空 大家能明白吗 学建筑的可能很难明白 但是不学建筑会觉得 这不是废话吗 并吗 这都之前不是虚空 它又是什么 虽然发现零的客观存在 这样的伟大工具 被归于古代印度人 印度人是属于东方的这个 文化的这一个脉络 但数学没有得到四套的进步 反而由于附加的零 西欧的数学得到了飞跃的发展 这是一个隐喻 隐喻的就是后边这段话 东洋社会的特殊性是 即使产生了这样的特殊 形式下的学术 是什么呢 就是 研究零 或者说研究五 研究虚空 对吧 以及中国道家研究的那些东西 但在这样的思想背景和状况下 即便存在空即虚空的概念 所谓空间这样的实体 大家注意 在这里面 我们要在建筑学里面 在建筑表现里面说 讨论的空间 它实际上是一个实体 只不过是我们看不见摸不到 但它是一个实体的存在 而不是没有 大家能明白吧 就像零 就是对吧 小学的时候 我现在非常能理解 就是我在上小学的时候 我的书学老师 为什么声姿理解的喊 零是一个数 它不是什么都没有 你们明白吧 空间跟这个零 就是道理是差不多的 它是一个实体 在空的理论中如何深化 它也不得不成为 与现实的自然毫无关系的差 它呈现于哲学思维的层面 而不呈现于对这个现实世界 直接认知的层面 近而言之 日式空间的个性 对吧 它也没办法 它只能提空间 因为现在 对吧 这个三度的东西在这里面 就叫空间了 个性与弘大的透明性 并无亲近 这个是 是是是是 是波周的 透明 是是一定的 对吧 但是 一个透明的东西如何弘大 这个其实让人很难理解 对吧 并无亲近 显然于古代末期以来 在日本的话 特之不哀 就是这个 那得去查吧 就是 我查完以后我发现我也说不清楚 在艺术观 世界 世界观的 具有联系 在这个不将空间作为实体而思考的国度里 大家注意 不将空间作为实体而思考的国度里 就是日本 其实包括中国 世界既是虚空 就这个世界其实是什么也没有的 这个土地关系很清楚 然后往里面做东西 作为实体的无限空间是不同次元的世界 并且即使在其无限空间能观察到作为实实现代的放大的结果的宏大的透明性 这些理化说的是什么 说就是西方从日本通过感知到日本 日本人认为虚空的东西 欧洲人欧美的大师认为是一个实在的东西 拿回去操作它 外观上有亲近性 因为确实很像它纯粹的吧 它云质等等这些 那也是完全不同世界上的空或者虚空 在那 就在内也就指着在日本 无法产生现代的空间概念 不管采用多么广阔的庭院和自然 就这些都认为是空的 而东方的不管中国和日本 他们在造源上的造力是远远超过西方的 这个西方自己也是承认的 这些都被认为是虚的 空的 但不管这些东西都那么广阔 都无法实现 就是我今天不能再加巴洛克 那样西欧那样相同的意义 最后你看 在东洋的特殊性中 也存在着东洋的极限和宿命 这个跟小原一难 就是它的这个所属的背部和时代有关 因为其实日本的历代建筑师都会有 两重非常强烈的这个惆怅 一重惆怅是对西方现代主义的这个向往 一重惆怅是对本土的文化的向往 因为这两个东西的加达出现当代的日本 我们知道现在日本在 在起码在现代主义的语境下 日本这个国度的建筑学 一定是这个世界中最发达的 因为它同时具备了它的现代主义空间的原生性 以及它使用的这个合理性 但它认为这里面有极限和宿命 是因为日本人意识不到空间 有时异国情调的表现成为对这个国家文化过高的评价 它指什么 是西方对日本传统进步的评价过高的 小原一难会认为西方对日本的评价过高了吗 当然不会 他所指的是西方在西方的这个评价体下来评价日本 即便这个评价是高的 日本人仍然不应该为他沾沾自喜 因为东方是有东方自己的评价标准的 这个东西叫做文化自信 是当你有能力拒绝一个外族用他们的评价来向你膜拜的时候 因为你看不懂 恐怕你也不见得有资格拜了 这是当年鲁迅先生为什么那么讨厌万国不乱会 这也是现在我们 唉不说了 老大不小的经常还会有点分心的特别 但是这句话非常有利的 思维没有达到的事物就无法表现 当日本人没有直接认知空间的时候 我们去讨论日本人如何操作空间 原本就是一个伪命题 所以我认为不能仅依靠外观的类 所以到这儿就是让我想到的最最贴切的一个 如果说要对上述这些志愿骗语作 这不是全部我选了一些比较容易理解的 没有太多被点的东西 是苏世在韩西亭里面有这么一句 唯有此亭无一物 作官万井得天权 这个东西在东方原本他都是无 东方人在里面 无非就是作就是官 但他官的一定不是无 所以之前我在讲日本的时候 以及讲莱特的时候都讲过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生自日本 叫做灰空间 而且我曾经讲过 但是我在那个时候讲的时候 这个是我觉得学习让人振奋的地方 是他会改变一个人 对吧 现在我会振圆的抽一套自己 当初的自己的大对话 如果日本人他不见得意识到空间的存在 在类似的空间里面讨论灰空间 当空间变得可疑的时候 灰空间是什么 所以在这里面我必须重审这个词 灰空间 在日本就是现在通常我们都会讲灰空间 一般你讲介于世界事外的地方 通常比如说我经常听到同学汇报 我方案的时候都会提到 这是一个灰空间 对吧 盖顶没有墙就是灰空间 那为什么还需要这个概念呢 对吧 否则的话 那这个东西也不必来自于日本 因为欧洲一直也都有株廊 就都是灰空间 这个概念拨胎自日本的茶间 或者说他们的居间 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东西 但这东西在日本 其实你界定它实在是 你现在发现意思不大 是因为 它并不非常明确 它不以空间为划分 因为你说是室内还是室外 但是开场它不被界定 灰是来自于前立修 就是聪明的一修的那个原型 是对日本传统文化影响最大的一个个体 是一个超人 灰指的是千立修的灰 它指的是把各种颜色都放在一起 通常来讲就是个灰了 对吧 它意味着它没有它的特质和属性 对于在日本的文化里面 大致是三个集 但一集是它的灰 它居间的这个完全混沌的 难以名状的 这个不做界定的 当然其实我们现在知道 它空间为是不做界定的 对吧 它满地爬 它完全不需要界定 那么另外两集是它极其残忍以及决绝以及极其温柔和清雅的那一面 如果有性的同学就读一读 居遇到 这是产生日本文化的两集的 所以就是一面我们看到它在插发 然后另一面突然它抛肤了 这是日本人会干的非常极端的几些事 那么这个灰指的是它居间的那个没有特质的灰 让我们看到这里 究竟从哪到哪是灰空间啊 对吧 你说不出来 当然空间这个东西已经可疑了 所以居间的这个模糊地带它在中间 但其实这个在欧洲很明确 因为就是这个欧美的西方的这个建筑是分里外的 中国的其实已经分里外 莱特比较早的 他干的就是在罗里布札里面 他用大条件 制造了一个类似的 但在这里其实当我们会讲到 欧美现代主义建筑师做的那个东西真的可以叫做空间的 但是他跟这个柱廊啊 就是是不是市里市外完全没有关系 不是完全没有关系 关系不是那么大 对吧 密斯他也在干这件事 我们会发现他都在干这件事 这个是西欧的建筑原本没有的 如果大家继续去读森佩尔的话 会发现所有欧洲建筑里面都会有个壁壶 对吧 它整个这个这个空间里面 其实有个壁壶 它其实它的空间性 对吧 它就不是哪哪都一个味儿了 对吧 它的云质性会极大被打破 但是它会获得极枪的偿魂 让森佩尔干这事 对吧 其实看起来挺像的对吧 它都是一个就是你也不知道身体失败 也没有接近它的功能 当然其实西方人对于接近功能这件事 非常明确的和具体的这个一个特征 就是你放不放家具 放不放功能的这个设备 但是东方人功能真的不是特别有设备 中方人不是没有毒 因为在日本 在日本是地图 它刨一方坑也给埋到那里边去了 所以它仍然不干上这个空间 能把国中人气死 但是总之我们表观上看起来非常的接近 但是要注意小燕伊南的这个景景 是它并不是看起来像 它就是 这一段记彰做的这个 典型的会空间 我现在先给你结论 这是典型的会空间 为什么呢 因为在这儿 我们看这儿可能看不出来 现代主义的建筑 它的空间 最对的啊 欣赏的这个视角 是作为轴侧的 因为你作为透视的 因为灭点啊 所有这些东西 你一定能求是你在 一旦你在一个位置的时候 这个空间它就不那么云制 但是在一个轴侧的状况下 你没有你的位置 这个空间它会存在于 在你意识里面 它更肯定了 大家能理解吗 不能理解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能看到 这个灰空间 其实存在于 它有非常明确的边界 有理有关 是灰空间 不是灰空间对吧 你可以跳进跳出的 我进来了 我出来了 这个非常明确的是一个灰空间 它也度量和勾画的 非常清楚这个空间 尽管它没有违和的界面 但是它给你足够多的 和清晰的提示 它是这么一坨风风整整的 这个空间啊 它是灰的 它没有被定义 类似的 我们看在密斯这儿 灰空间里能找到 找到对吧 它非常明确的定义了这个空间 而且这空间多大 对呀 这灰空间里能量得出来的 这容积是什么样的 在科布这儿对吧 科布到处做保眼 你看 看 科布整天 挖空脑子就想两件事啊 就不止这两件事 一件事是怎么让 它的这个家具 长得跟房子一个样的 对吧 第二件事是 我怎么让屋檐特为薄 显得我这个房子特为清淡 对吧 这是它三十年代的 整天的想法 你看它的眼口 它其实如果大家 就是研究过它的施工途的话 它其实都是抹鞋的 实际上没有那么薄 不可能那么薄 但是它让你看起来非常薄 为什么到这儿它弄的这么厚啊 依靠这个厚度 你尽管它在下面没有像密斯这样的位置 你也非常清晰的能在这里面感知一个空间 对吧 一个非常明确的空间 行了 咱们看完这两个西方的 典型的灰空间 谁告诉我这个灰空间究竟是多大范围什么情况 如果你以这个台子做定义的吧 你不知道它上面是收到哪 对吧 如果我们回到空间的定义 它各处匀制 对吧 如果你以它出延的这个壁户范围为 为这个界限范围的话 你比下来到这儿还是比较匀的 突然一到这儿你发现它 它在这两面出现了极大的断层 这个空间漏了 这个灰空间究竟就是 所以 我们会在学设计的时候 总是在讲 这是一个灰空间啊 如果它是一个灰空间 你应该能描捕清楚它从哪到哪 有多灰 对吧 从哪里离开了这个灰空间 在这完全 哇这个对吧 到中国的你们发现 这硬线木塔啊 你会发现 你真的如果定义它的灰空间的话 它不是不灰啊 对吧 如果从那个 室内外的这个非常粗俗和粗暴的这个逻辑来讲 但是它 对它 冬孟儿出燕一定是会庇护里边的 就这个其实心智非常的健全 是它不想被你浇着 其实密斯和客户也不想 但他不想在这的人体验不到这个明确的灰空间 所以你还是浇着吧 但是其实如果有一个灰空间的度量的话 我们会发现东方的建筑这个空间的这个表现实在是寒混不清啊 处于一个非常原始的状态 对吧 但是东方人认为你住在这么牛的房子里还要被你浇着才是一个原始的状态 这个这个批判来自于我的师傅同一概念 所以我们再再比回来我们看黑川的这个对吧 它首先是一个空间 然后我们来评价它的灰度啊 它是一个灰空间啊 密斯这个 它既然是一个灰空间啊 非常明确的界定了这个空间 让你能够感知 包括日本人 并不是说日本人做的 它就因为是东 东川就骨灰啊 不只是黑川我们看 黑川的诗爷味 板仓笋三 这个是日本 现代主义的就是第一位受到全世界关注的这个这个大师啊 就是它的实际上现代主义的这一宗的这个造诣 其实就是甚至高于前窗过难的 让我们看看 变形的灰空间啊 这个空间太明确了 太清晰了 而且非常之云质 所以我们开始理解 斯卡帕的这个 它上下倒是不对的 当然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停的需要一盖点 对吧 其实我也觉得古怪 因为我太喜欢斯卡帕了 所以我一直不好意思问这个问题 现在我终于好意思问了 它过这么厚究竟是在干嘛 但是看到刚才科布对吧 薄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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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厚烟薄烟薄烟 对吧 你就知道 它一旦 现在主义有很多忧心 就是 就是做空间 非常棒的大师啊 当然 其实斯卡帕并不以空间最为健常 它是以做非空间健常 那 它在这儿显然做了一个空间 我们一见到它把能做薄烟薄烟薄烟 的时候 我们就要警惕了 对吧 有空间出目 然后在这儿 这个是直接的那个 就是我获得这些 观念和和评判的来源 这是我师父跟薄烟薄烟 做了一次废话 来自于我师父对 微烟薄烟的森武台的批判 因为微烟薄烟 它一直在那儿 嘲嘲说 而我做的东西有多么传统的 尤其又做的一个传统的 看传统的建筑旁边啊 这两个就一回事儿 对吧 当然我不知道 那个对话里面是不是出现了灰空间 那我们来看这个 非常典型 因为它下午间就不能住在一块 我们知道它讨论非常大 但这个挑战也 它其实也是略微出来了的 但在这儿我们其实 我们所感知的东西 这事儿有点微妙 当然它把盐剁薄了 所以这事儿它才值得讨论 对吧 所以很多时候啊 对错是非并不是问题 重要的是 大家记住啊 这句话可以记在笔记上 对错是非它并不是问题 不是关键 问题是它是个问题 我今天讨论的所有的事儿 我不可能告诉大家是非对错 因为我不是上帝 我讨论的所有的事儿 只不过是我认为它是个问题 这是我师父在建筑六亿里面讲的 在魏延雾设计的森舞台里 他为库斯·范斯沃斯住宅的这个建索 造型辩护 建索其实就是看戏的 就是你在那儿能看见的 这是一个日文直译的东西 辩护是什么呢 大家都觉得这个很像 范斯沃斯 但是他不承认这是范斯沃斯 他认为这是一个传统的 这一区别相当勉强 即便比照照片 所建与范斯沃斯住宅的造型差异 也微不足道 倒是威延雾并质的 两种建筑的眼口差异值得深度 这和这个是 所以不怕不识货 就怕货比货 你自己拿来就 用于表演的 左下角的这个舞台建筑选择 远超出下部架空的木地板 无论风雨 上部出条的巨大屋也都将 庇护地板上发生的各种生活 人们甚至可以坐在雨天的地板上 感受自然的 说这 但他与下部地板相差无几的出条深度 很难庇护其间的自然生活 稍微有些空气 像你开始这样子 所以在这里 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 在这个标准下 魏延雾他所占的位置 没有任何东西非此纪律 但魏延雾他所占的位置 我们都看得到 他会更远离东方人 原本他设置地板和屋檐的这个初始动机 对吧 而更接近西方人希望 这两个作为一个 能够暗示你的维和界面 让你获得空间感受的这个地图 尽管他有差异 但是我们能看到他所占的位置 更倾向于人 对吧 我就不多说了 我们再看一下 我在讲日本的时候 讲到丹夏健三的自然的时候 我曾经讲过他非常之接近 撒去一别墅 而另一方面 他有非常的传统 但在那个时候 作为他传统 我只能看到他框架 但是框架 现在已经不只是东方人的特例 甚至西方人的框架结构 现在在技术上做的比东方人要更好 以及扑顾 但是在这里面真正让他 他 我觉得这个 其实通过这一轮研究 丹夏的自然 我认为他 他一定在日本 建筑历史里面 是居于一个超一流的位置 是他在形式上 我们看起来跟萨培别墅 也就是 就是有半数日本建筑士 如果真的追失踪的话 都会远远的追溯到科普歇 日本是有科普歇学派的 而且这里面囊售的太多了 前窗郭南和板仓指 但两个人都来自于科普歇的边下 那么 在这儿我们看到 丹夏建三的出演 非常坚决的挑出了他下 下屋所庇护的位置 在这里面 丧失了 尽管丧失了空间表达 但是 我们知道 空间表达 不是一个你一定要表达的东西 但在科普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他甚至 要把原本能够被 全条所利护的范围 贴到这层表皮来 进一步暗示 他所界定的空间 但是 稍有建筑基础的人 都会知道 当你能够出演的时候 你不会 一直有乌漏盆 当然在中国乌漏盆 是一个非常棒的意思 但西方人不认为 他们决定 反复地 粉刷这面白墙 但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是 融会东西的 所以 比起来 尽管 已经 已经 又进了 很多 尽管是一个 在日本 已经 毫无疑问地 寻回了他们的 画自信的这个时代 比较这两个东西 以东方的标准 以东方的标准 高下 力弹 这个 与我喜欢 不喜欢 没有关系 它只是在一个 我们勾画 所勾画清楚的一个标准下 放在这儿 自然成像 所以我们看白景圣衣的 这个既不是东大方 也不是这个 早稻田的 这个是 日本文学系毕业的一个 义务学校 在这儿我们看到 我们 除了出岩以外 当他决定把下股的这个 居所的这个 地板 与上股的 乌岩 做成完全不同 形状的时候 我们已经知道 他大概站在哪个方向 成也最明 这个大和尚 当他非常坚决的把这个 乌岩挑出了 下股活动范围 并且截了几个智石 日本叫智石 其实堆山造人都叫智石 在日本 并且用 用一堆非常坚力的石材 从下股 插入这个范围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 我们也知道 他站在什么位置